對昔日的戀情 康康說已經是過去的事 現在的他有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更說小18歲的杭州嫩妻 張家沛是跟技工師傅求來的 剛好是白天去靈影室 然後晚上就遇到他 當年張家沛25歲 在杭州的房產公司工作 兩人經由朋友介紹認識 沒想到一拍即合 那時候我是雙子 我已經變雙子座了 當然就問他星座 他說水瓶 我就嚇一跳 因為之前那個也是水瓶 之前交了幾個水瓶都很奇怪 所以後來我老婆說水瓶 我又覺得怪怪的 他說別人是熱水瓶 他是溫水瓶所以還好 然後才發現這個女生不錯 可以娶當老婆 認識不到四個月 康康傳簡訊跟他求婚 會害羞 但是又好像不表達 會痛苦 又怕後悔 然後又怕表達之後被拒絕 所以又用簡訊 問說你喜歡台灣嗎 對 他說喜歡 那你對我印象怎麼樣 他說不錯 然後第三瓶就說 那你願意嫁來台灣嗎 他說好 就這樣 2010年10月兩人在大陸杭州 註冊結婚 七個月後回到台北不請婚宴 掏上戒指 終於告別王老五行列 康康的臉上滿是幸福笑容